哈啰 大家好 大家好 我現在在岐阜的高昌市 上面有很多的雪 而且要在這裡有世界上的福長圈 我在溫日上看過 但是呢 連日本人的我也沒有出口 然後呢 去了福長圈之外 還有日打 日打球 所以呢 有很多的很漂亮的風景 吃的東西也很好吃 因為這裡是真的 在山裡面 很遠的地方嘛 但是呢 聽說有一對台人夫妻 而且呢 他們是住在這裡 已經很多年了 然後他們是開著咖啡廳 還有工道場 而且啊 今天那個台灣人 帶我去很多的地方 那我們來看看吧 這個好棒 真的感動 超級好吃 肥豆牛是雖然很肥 但是不會到油膩的感覺 啊 台灣去過了嗎 有了 台北9分後 還有10分後 可能是因為高山的關係 讓我很想要繼續帶在日本 台灣的最愛的地方 有哪個地方 深深的地方 如果真的可以繼續坐下去的話 我覺得就是想要成為一個 在我們這個附近鄉下地方的一個 台灣人的劇點 哇 哇 有看到了 中文字了 啊 見て 有電過耶 你好 你好 你是台湾人嗎? 對 請多多指教 你好 很奇怪 因為這裡是真的很日本的地方嗎? 我們來這邊住了六年半了吧 哇 今天請多多指教 然後我們現在要幹嘛呢? 我先帶你們去東都要去 我就要把這些拿去燒掉 因為這些是去年的 舊的一些福啦 或是お守り 所以有沒有要去禁家? 等一下 有小孩嗎? 你好 你會講中文嗎? 你是幾歲? 害羞 害羞 他會講中文嗎? 他會講中文 現在這邊自身 然後我們冬天會回台灣 因為冬天這邊太冷 那些人會修長假 大概修一兩個月 然後就帶他回台灣 你跟老公是在哪裡? 我跟老公是在東京 我那個時候還在設計師事務所工作的時候 我同事就找我去山山行 就說要不要一起去露營 然後他就帶我去富士山山角路 他有一群朋友 就是很喜歡旅遊的朋友也有來 然後我老公就是其中的一個 所以在富士山電視的 很浪漫耶 你什麼時候來到日本呢? 2007年 2007年 所以已經有15年 16年了 日本的話沒問題嗎? 日文沒有問題 因為我來日本之前就有自己學 所以以前就是喜歡日本這樣子嗎? 對 為什麼喜歡日本呢? 我一開始是因為追星啊 我那時候喜歡阿拉西 阿拉西? 對 在日本工作是壓力很大嗎? 那時候在東京特別壓力很大 日本就是那種 你要先回去就是要看一下旁邊人的臉色 然後會不好意思回去 然後就繼續留下來工作 而且如果有前輩的話 不好意思先走對不對 那這裡的生活呢? 我喜歡這邊很舒服 就是人很親切 還有人情為敵 真的 怎麼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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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深耶 在地連耶 雖然這個城市是沒有很大 但是真的很漂亮 對 很太愛那個小城市 那每年都會有好幾次的祭典 夏天啊 然後小月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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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漂亮啊 哇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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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好 我們就可以拿到最後一道菜 。 你也要先吃飯後 好像在珍珠的餐廳一樣 但基本上就放了什麼 但是在東京的話 不一定有這個 但是我發現在港上有那個 口音耶 我音樂聽不懂 但是你很厲害 真的嗎?可能我習慣了 你一開始開咖啡廳的時候 有沒有遇到困難的事情 我開始開咖啡廳的時候 但是我已經在日本待了十年了 所以其實日文也都OK 是沒有身為外國人 遇到什麼困難是還好 那這裡的高山的在地人 你來這裡的時候 很受歡迎的樣子嗎? 或者是有一些... 我覺得應該是高山他們 因為很久以前 就開始發展那個觀光事業 所以他們很習慣外國人的存在 好像我們這種外國人 然後從溫暖的地方 來一個這麼冷的地方 然後港巴的外國人 他們就是特別歡迎的 對 對 哇這個城市真的很漂亮 雖然不大 但是呢風景也很漂亮 而且可以感覺到人情味 然後呢 大家如果出去玩的話 可以用出去APP 其實還有安排自己的行程 這個城市是沒有那麼有名 真的是很在地的地方嗎? 那我要加入到我的行程裡面 那我們下個地方 來這裡吧 這裡是古的街旅嗎? 我們進去這一條 它就是最有名的 神山的街 這裡有有名的東西之類的嗎? 最有名的應該就是 那個 哇很特別耶 它就是放在那個 煎杯的上面 煎杯 所以連煎杯可以吃掉 就沒有熱水 哇 哇 這裡是日本三大美季的之一 然後它有春天跟秋天兩次 那我們這一區是春天的 那個在東京的話 我們日本的傳統文化 是越來越少 但是這裡高山的話 日本的傳統還是還在 因為它本身就是一個 交通很難到達的地方 所以它 這種比較老的文化 就比較容易保存下來 對 哇 煎杯大牛ですね いただきます 哇 哇 超級好吃耶 肥豆牛絲雖然很肥 但是不會到油膩的感覺 入口氣化 但是有彈力 啊 其實有煎杯呢 煎杯是盤子 所以真的很環保 你可以看到那邊有一個 小小的神櫃 它是一個小小的阿基巴金甲 你可以看到裡面有一個小小神色模型 那在高山的老街區 這邊有六十幾個阿基巴金甲 欸 因為它們木造房子很容易燒起來 所以它們是保佑它們沒有火災的神 我一定要加到 出去APP裡面 分享給大家 大家我也一定要看囉 因為呢 其實在Google裡面也沒有這個 然後呢 如果在興趣APP裡面 分享給大家的話 大家也可以看到 這個information耶 哇 真的很方便耶 然後呢 大家如果 這個時候來 回頭高山的話 也可以到 黑布林山特州 但是呢 那邊也是交通比較複雜的 所以呢 不知道 怎麼規劃新城的朋友 大家可以看一下 我的 林山黑布的新城囉 然後呢 那邊還有要去 白川湖 初めまして こんにちは 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 歡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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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 ơi 歡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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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親 歡迎 歡迎 我认为这些地方有很多 首先,高山是山上看的 山上看的地方是很难的 我认为東京或大都市也很难 大家在这些地方都很难 大家在这里有很多地方 我认为你很难过来的地方 你很难过来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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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认为这些地方都很难过 你也有台湾人嗎? 當然,外國人最多是台灣人 那些土地住在地上的人 沒有人在其他地方 他們一直在這裡 在一種地方住在地上的人 人們都能積極重的地方 那些地方都知道 那些地方都很喜歡 那些地方都很喜歡 這裡是他們在地連推薦的地方 高山天空公園 所以我要加到ChuChuAPP裡面 而且啊,這個真的很厲害 跟Google Mac連結 只有開Google地圖 然後按Fansion 然後找到ChuChu 哇,這個直接可以 添加新增了 哇,真的很方便 好,我們來到Chiragawa公 然後呢,我們要去那邊之前 先要去林山的民宿 對,所以你有自己的民宿 主要是我先生在經營 然後我們進去了 すごい,暖暖的感覺 雨茶的感覺 哇,最高,有畳 而且有蚊子 真的很日本 哇,這個雲台 對,很有感覺 而且可以看得到有雪 它夏天這個會拆掉啦 因為這個是雪比較強 不然它雪會到這邊 然後人會走不出去 有點危險 我們現在要去看白天的火長村 白天的! 感覺跟晚上不一樣喔 來到Chiragawa公 好實在!幾乎完全不一樣耶 哇,雨茶 這個圈子很特別 它就是 茅草屋 它是在四百年前 就開始有這樣子的一個居落 每一間都非常大嘛 因為它們都是大家族住在裡面 然後他們鋪這個茅草屋 雪會比較好掉下來的一個角度 對,然後也會有比較大的空間 然後他們就在這個五頂宮 這裡面養蟲 超級古代的傳統 這個是Chiragawa公 上的東西全部買得到 超級大変 還有蟲也會來的 所以它們裡面一定會燒炭 然後用炭的煙去防蟲 都是黑黑的 被炭燻黑的 但是這裡還在這裡 還在這裡 超級厲害 真的 然後你看它們都是用繩子綁起來 哇 它們都沒有用釘子 然後這邊可以直接看到屋頂的茅草 它們不是用木板耶 它們是用這個 就直接鋪茅草 它們沒有用木板 對 然後它們也是都是用這個繩子去 把那個茅草固定住 欸,你們結婚的時候 你的家人啊 還有朋友啊 支持你嗎? 有人擔心你 會啊,會啊 我爸媽會擔心 擔心的是 比如說萬一我有什麼事情 然後它們沒有辦法跟我先生溝通 可是後來其實還好 因為我先生也會講英文 對啊 然後它也很積極的就是 去學中文什麼的 所以其實都沒有什麼問題 嗯 設計過了 真的感動 好,福天家是來 白高高的時候啊 一定要去的地方的其中一個 把它從Google Map 幻想到 去去APP裡面 好,OK啦 到我的新鎮了耶 耶 因為裡面的個性是不一樣嗎 我們也是 有常常吵詐 真的嗎 沒有嗎 還好啦 就是可能 可能我就是 比較多這樣子 對啊,因為 畢竟我們對話是用力的 那我可能比較沒有辦法 一時間就是馬上回覆它 對 語言不通好像也有這樣的好處 就怕 意思講不出來 那就算了 就算了 那就是先 我自己想一下 呵呵呵 我們現在 在裡面囉 然後呢 我們又是朝外面 耶 じゃあいただきます 很舒服 而且這個麵是比較稀 對啊 外面是很冷的 所以覺得燉好吃 那你開店的時候 因為你是從外面過來 有沒有覺得 欸 ちょっと 他家人的 人 你優しくない とか 或者是 友善 因為我們的店 是自己DIY做的 就是自己塗牆壁 自己貼磁磚 因為大家都看得到嘛 大家都會經過嘛 所以我們在自己DIY塗牆壁的時候 他們就會經過 然後那些人現在就 都變成我們的常客 所以他們 就可能是因為我們 給他們看到 我們自己在 就是很努力的裡面 所以反而他們就是 很快就可以 很快就可以被他們接拿 所以其實一開始還好耶 就沒有說那種 我們是很外人 所以反而有什麼困難的感覺 然後他們對台灣的印象 其實也很好 哦 是啊 哇 看得很好吃而且 槍底裡面就是暖暖的感覺嘛 然後呢 還有一個很特別的東西 這個是桃麥分愛吃 這個很特別 我在其他的地方沒有看過耶 いただきます 嗯 這不是很像 きなこ 但是甜甜的 你一直吃到的味道 欸 這個真的很特別 然後呢 我要把它 加到出去裡面 哦 完整了 好 我們來到 林山推薦的 昆道商店 然後呢 我們點了 日打牛コロッケ 還有日打牛 還有這個是 酒嗎 這個是佐酒 沒有過濾的日本酒 然後這個也是 在這裡的名產 いただきます 外皮很脆 雖然可能是 馬力水的 比率是比較多 但是呢 還是感覺到 日打牛的那個 湯底味滿滿 超美味的 對 ドクドク いただきます 嗯 我看能量很高 十幾發 有那種 發酵過的 那個 爽爽的味道 真的 對 口感嘛 是比較像 甘酒 下輪的酒的味道 因為 現在就在高山嘛 有時候很想念 台灣的料理嗎 會啊 會啊 可是高山 吃不到 所以我們就自己做 我最懷念的 以食材來說是芋頭 而且只有那個 沖縄 沖縄有芋頭 我現在很想念 鴨血 那你也可以吃臭豆腐 超愛 敢吃臭豆腐的日本人 就是你 還有我先生 喔 你的先生也是 他也很愛吃臭豆腐 可以交流一下 然後 然後把這個店 集起來 加到我的心情 哇 很期待 晚餐的店 非常享受 哇 晚餐的時間到了 跟白天的那個 氣氛完全不一樣 啊 好美喔 很浪漫 而且啊 這個店是 一年只有六次而已 所以大家 探搜尋一下 林さん 你也第一次來這裡 晚上的時候 你覺得怎麼樣呢 真的很漂亮 對 不過人好多喔 好像夜市耶 夜市 你的大學是在台灣嗎 對 我工作了一兩年之後才來日本 嗯 嗯 可以 可以 聽到什麼大學嗎 台灣大學 哇 超級 那一開始 學日本的時候 沒想到 在日本工作 還有在日本相夥嗎 對 那個時候完全沒有想像過 一開始來日本的時候 也是因為很太黑 因為一開始是住在大阪 然後 然後 大家就是 又 講話很快 然後上課也是跟不上大家的進度啊 嗯 所以一開始就是也是有那段時期 欸 現在有夢想之類的嗎 其實這麼多的試驗 然後我做的最 最喜歡的還是咖啡店這一塊 對 如果真的可以繼續做下去的話 我覺得 就是想要成為一個 在我們這個附近鄉下地方的一個 台灣人的據點 住在附近的台灣人可以聚集在我們這個地方 吃個飯啊 什麼的 對 有很多人的 希望大家可以聚集到 這次是 現在 研究中 台灣人最愛的日本人 對啊 謝謝 謝謝 哇 天空 這是南部的嗎 或者是台北的嗎 北部的 這個粽子其實是我先生做的 因為那個時候我在東京都做的時候 剛好端午節 然後我就開始碎碎唸說 好想吃粽子了 他不只他就做了粽子 喔 我覺得還蠻正宗的 我覺得有時候比台灣 台北賣個粽子的時候還好吃 開動了 回家了 而且這個很入味 有調味過對不對 台灣旅行前來的 對 非常多有 對 我們在台灣的相談所 對 我們在台灣的最初的一件事 最初的一件事是 我剛才吃的 我吃的餐飲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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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時候去的餐飲料 我喜歡 豬豆腐是好嗎? 好嗎? 好嗎? 最初是很驚訝 但是很驚訝,很驚訝,很驚訝 你的朋友是嗎? 是在地區,這裡是這個地方 很驚訝,從這個地區到台灣 我想再增加這些人 林先生,你想繼續住在日本嗎? 我目前會想要繼續住在日本 可能是因為高山的關係 就是讓我很想要繼續待在日本 因為高山它是一個很單純的地方 那我想要讓我女兒在一個比較單純的地方長大 高山是一個很有人情味的地方 以教育來說的話呢,我就是盡可能教她中文 就是趁現在可以帶她回去就帶她回去 讓她知道台灣這個地方 然後最後可能還是要讓她自己做決定 大家很常說,我媽媽是台灣人 我爸爸是日本人 我是台灣人跟日本人 我覺得這是我一個非常非常感動的地方 為什麼有公道場呢? 他本來就在這邊 今年95年的歷史 因為我們這邊晚上沒有什麼娛樂 所以我先生就是每天跑一個公道場去玩 然後他就跟那個我自己講我爸講變得很好 後來他們就是因為太累 想說把那個公道場關掉 然後我先生覺得很可惜 他就去跟老先生說 可不可以讓我接手? 老先生可能也是看他這麼有熱忱 我們就答應讓他接手 這邊是他們的 農民街 就是晚上的 居酒屋街 欸! 超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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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感覺到很多的歷史吧 大家來到高山的時候 可以來到這裡 然後品嘗一下 真的很日本 台灣行過嗎? 有嗎? 台北9分 還有淡水 有嗎? 台湾 很喜歡 真的 很喜歡 在2月 到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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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4月 到4月 到2月 到4月 到2月 到4月 到3月 到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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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5月 到4月 也很開心 有幾個順位 審計較多 在2月 我真的教你了 那裡有什麼地方 那裡有什麼地方 我真的有什麼地方 超面白的 真的 哇 哇 我真的有什麼地方 看起来 看起来 哇 想起来 我还不太让我来 那差一点 哇 太好了 太好了 这个真的很好玩 你还不上了 这个可以收起 然后可以感觉到 最新的日本的历史 還有喔 很有趣耶 我覺得真的很棒 你看 盒子全部是嗎? 太小了吧 待會 盒子太厲害了 我真的不可以 謝謝 真的謝謝 謝謝 令山是真的是 排熱又好的 潮 而且真的謝謝 帶我去很多的地方 在地連續的地方 真的很感謝 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 謝謝你們 那我們現在要去 Gero Charu GoGo 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 Bye Bye 這裡是真的有很多的山 還有真的 很深的日本的地方 然後呢 剛剛的令山的咖啡廳 還有辦公道場 真的推薦給大家 真的是在地的行程 然後呢 大家如果不知道 這個地方的話 用出去APP 再找附近的地方 再出去直接搜尋 就可以找到這個地點囉 那我們接著去 Gero 文前吧 日本三道文前 好期待喔 好 我們來到Gero Charu 然後呢 這裡是 日本三道的文前 所以這裡有很多的文前 但是不知道哪一個比較好 所以呢 用出去找到一個 好像很棒的文前 這個 水美坑 大概是 有1000多年的歷史 然後真的很厲害的 文前街 所以呢 大家如果 從高山下來的話 可以來到Gero 然後碰文前 那我們 GoGo Let's go 好 我們準備好了 然後呢 一個人是1500日幣 然後呢 這裡有樓天 不樓日天的 那我們等一下見吧 拜拜 趴完之後覺得 我變成美女了 我的家庭也不見了 連他家庭也太美了吧 然後呢 那我們現在要吃東西 這裡的季祥物就是 青蛙 然後呢 青蛙布丁是很有名 所以呢 我們要吃吧 趴完前之後 要吃布丁 超爽的 而且啊 這裡裡面是 一個文前的起伏嘛 很可愛 いただきます 這個布丁是 我的印象中的布丁 完全不一樣 超濃厚的 然後有 草莓口味的布丁 いただきます 這個那個 下面的 香蕉 甜甜甜甜甜的味道 然後這個布丁是很濃厚嘛 所以呢 不會吃你的那種 太甜的那種 哇 我在吃湯了 然後呢 就知道吧 去高山寺 然後 副城城 還有 Gero 我覺得 每個地方都是不一樣 而且呢 更多知道 日本的事情 連日本人 真的很感動 所以呢 我想 更多台灣人來這裡 然後體驗一下 很深的日本 就知道的話 哇 很多 日本人 愛一下子 啊 こんにちは 就知道 日本也是真的有 很溫熱的地方 然後呢 就知道的話 用 去去APP 記錄很多的行程 而且啊 用這個 去去APP 旅行效率超好的 可以去 很好的地方 而且啊 可以分享給大家 這次的話 我跟一樣 一起用 去去APP 然後 第二天 記錄這個行程 然後覺得 哇 真的蠻好玩 我們可以看到 一樣的泡麵 而且 自己加 自己喜歡的點嘛 而且啊 去去APP 還有一件排序 跟交通安排 這樣按一下的話 可以提供 你最方便城市的路線 真的很方便 然後呢 去去APP 還可以 找航班買機票 投保旅行線 如果是在台灣旅行的話 還可以自車 交車 所以那大家 公開 下載一下喔 這次 我也把我的 兩天的行程 探險出來了 所以那大家也可以 跟著我的行程 一起玩囉 那今天的影片到 左邊結束 別忘記 按讚 按理 還有開啟小鈴鐺 還有 我喜歡我的 INSTAGRAM 我是在台灣旅行 謝謝 超級感謝大家 我們可以繼續拍影片 真的很感謝大家 謝謝大家 那下次的影片 很好看 大家一定要記得 然後大家 記得看一下 下面的 CHUCHUAPP的 連結喔 それでは 拜拜 台灣人 人口が少ないのに それでも 台湾人 台湾人 見ない日 ないよ あとはね 台灣人 青いマスクしてるから すぐ分かる 啊